畫面中台南安南區駿安路 汽機車行駛在馬路上 突然右邊一輛白色轎車 從汽修廠溜出來 差點撞上經過的機車 騎士往左一閃 還好沒被撞上 這輛轎車螃蟹是很遠馬路 車頭撞上路邊停放車輛回坎 後面一名藍衣修車師傅 趕緊從汽修廠跑出來追車 拍下畫面的轎車 趕快停了下來 回到這間汽修廠 其他師傅說 當下聽到聲音回頭看 車子就已經跑出去了 還好沒撞到人 只不過意外怎麼發生 師傅也說 可能是機械式手煞車沒拉好 這間汽修廠剛好有個斜坡 當時維修車輛 順著這斜坡滑出去 只衝馬路對面 而其他汽修廠師傅說 不管新車舊車 一進保央廠的標準動作 就是拉手煞車 保養廠有一個斜度的時候 手煞車就必須要拉 在安南區的保養廠幾乎都會墊高 都會有一個很斜的斜坡比較多 會拉手煞車導致車輛滑行 沒有相關罰則 因為安南區常淹水 大部分汽修廠都會把廠區加高 所以大部分有斜坡 而這一次手煞車沒有拉 讓維修車輛溜出來 真的好在沒有撞傷人 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再次網上有個不先台能報導